一定要选最好的PRP学校 跟最牛的老师 学就得学最高端的课程 什么负载均衡 主通数据库 动静分离 能学的都给他学了 这从兄弟出去工作了 看到主管 甭管有事没事 都跟人家说 The project is so easy 本有面子 什么是PRP大牛饭 PRP大牛饭就是 买什么东西都买两个 不买一个 买冬椒 喝一碗 倒一碗 就这么有个性 我们做程序员的口号就是 不求最好 但求不包错 大家好 上几个呢 我先大家介绍了 不如PRP框架 模型的一些特点 那这节课呢 咱们主要看一下 模型的实力一些 扩展的一些创建 好 前面呢 咱们在介绍控制器的时候 我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控制器的一些 框架内部的一些继承关系 那这节课我们来介绍一下 模型的继承关系 来 我先画几个图 这是框架中 给我们提供的 DB类 这是提供了一个 DPDO的类和 D MyCircle的类 这个呢 咱们是用了多态 多态去处理 在这个类里边 只是帮用户组合 尺可语句 比如说 我调用了一下 D User 里边 调用的Select 看一下 调用了一个这样的一套代码 那 目的是 找 User Select呢 这个DB的 这个Select的方法 帮我们就组合成了 像 比如User有什么字段 就帮我们组成了 Select ID Name 年龄 性别 Email from 从什么User表里边 当然表里边是有前缀的 是有前缀一个表 组合成了这样的一个语句 是在这里边 但这里边只管组合所有语句 但是它并没有执行 执行交给PDO去执行 还是 MyCircle 少了一个i MyCirclei去执行 那 如何选择是使用PDO去执行这样的语句 还是MyCirclei去执行 那就是咱们在配置文件里边 就是 CUNFIG.NC.PRP 这文件里边 有一个 DFNE Defined 有个驱动 也就是我们 在这块看到的这个文件 在这个文件里边 你看 这条语句 帮我们负责切换的 看一下 哦 这里边 你看 用这个 帮我们切换的 如果我这块写的是PDO 那么就用PDO的类 继承这个类 然后用PDO的技术 去执行这个色语句 如果我们这写的是MyCirclei 就用MyCirclei继执行这个类 然后用MyCirclei的技术 执行这条色语句 当然了 我这里边只停了两个类 那如果你有 假如说这两个环境都不支持 你支持MyCircle 那你就需要自己去扩展一个类 MyCircle 照着MyCirclei的方法 或者是PDO这个类的写法 然后你可以扩展一个这个类 然后让它继承 咱们这个类 这就是 咱们框架的负类 给我们提供的这些类 那 如果你觉得负类这个 咱说了 负类给我们提供了数据处理的80%的操作 但是假如你有20%需要自己写 负类中的提供的方法 接口不够用 那你需要扩展 那你需要自己扩展一个类 比如说 扩展一个 user类 那这个user类就会 自动继承 当然了 就看你这个驱动选择的是什么 如果你驱动是PDO 那它就自动继承这个类 如果你驱动 如果是MyCirclei 那就自动继承这个类 就看你驱动是什么 如果驱动是自定义的这个 那它就自动继承这个类 所以咱们写一个类的同时 它会自动继承负类 那么你在这里边 可以用到所有负类的方法 也可以用到自己添加的方法 这就是类的一个继承关系 咱们用的是多态的写法 你可以无限的扩展 那有的说了 假如说我不连接是数据库 我连接noCircle的 不知道大家对noCircle的概念了不了解 比如说MogoDB或者Redis 那你同样可以仿这个类 写一个MogoDB和NoCircle的统一操的接口 然后组合命令 然后用Redis的 或者是用MogoDB的 同样写三个类 然后再扩展类类 也是能完成的 咱们这个框架呢 本身就允许你无限的扩展 当然了 大部分产品现在那些大效率的 需要大存储的采用那些NoCircle 那80%的中小型的网站呢 一般的都还在用MyCircle数据库 所以呢 你先不用着急去写那个类 除非你用比如P框架 做很大的一些项目 然后你再扩展几个 MogoDB和Redis的一些扩展接口 就可以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关系 声明和实力化Model类 所有的对数据表操作 都是要比如PModel来完成 而不管是自定的Model类 就是DB类的一个子类 还是直接使用系统内置的类 也就是当说的负类基类 都需要使用D方法 来实现一个Model类的对象 也就是 现在 在 比如说在Admin下边 这个Model下边 在没有声明自己任何Model类的时候 这里边是空的 我现在 如果在控制器的User下边 把这一条代码删掉 你看一下 如果我直接使用D User 那 他直接 按这个图 创建的就是什么 假如说驱动 你现在选的是PDO 那直接创建是 这个类的对象 这个基层关系类的对象 然后用到的是负类 如果你在这块 那负类的方法 你在这都可以调用 比如说Select 咱前面介绍的 就是负类的方法 如果你想扩展一个负类没有的方法 那你就需要怎么的 在 Model里边 自己建一个类 比如说 但是这个类 你处理哪个表的 必须跟表明相同 咱们说写在这里边的 都是跟表有关的 比如说还是处理User 当然不用写前缀 Class.php 咱们这个不怕Model里边的User类 和控制器里边User类从名 这里边都有处理 而且呢 控制器也是自动继承系统Action类 Model类呢 你这么写 按照刚才那话的继承关系 它现在默认会继承这个PDO类 PDO类继承这个类 所以User类里边 现在 假如说一生命这个类 Class.user 它会自动继承 它的负类是EST ENDS继承 DPDO 但是它不用去写 自动会帮你继承 然后这里边 你就可以扩展一些 自己的方法 比如说我的Circle处理 但是你这里边写名的时候 尽量便写负类有的名 就不能写负类有的名 如果比如select 你写这个 负类已经有这个 那就是按照到面向对象的方式 因为是自动继承 它就会覆盖负类的select 重新去写 那这里边 那这里边咱名称 不要从名 你看这个方法 假如在这方案里边输出 一行几号 看一下 我现在同样是 地方法 我这么 可以把它付给一个对象 DollfUser 你看一下 我现在可以两种调用 一种是 P 打印一下 调用 User里边的 select 我也可以 P 当然那里边是 我用返回值 这边就可以同样用P打印了 返回 一行几号 因为你直接输出的 再有个输出的 输出两层 你看一下 我在这块 直接P User 下方线 箭头指向 MyCirc 看一下 这个方法 是自己写的子类扩展的 自己 扩展的方法 那这个 是 DB 类中 也就负类中的方法 如果两个都能打印出来 你看一下 我刷新一下 好 几号打印了 下面打印了 所以说 你在不写这个类的时候 他就直接用负类 写这个类的时候 就能用到这个类 这都是通过 D方法 帮我们实现的 那 用到一次D方法呢 他就会连接一下数据库 那有的时候 我用多次 你看 我这样 是不是连接多次数据库呢 或者是 我在用什么 D方法 假如这里边 有一些 我看这里边还有什么表 比如这里边还有什么 Kat表 Dome表 假如说我这里边 有一些什么Dome表 Demo 等等等等 那会不会连接多次数据库呢 也不会 在一个控制器里边 只要用到 因为咱们创建数据库的页象 都得用D 只要有一次连接 整个脚本 只会发生这一次连接 不会连接第二次 这是用单态设计模式去编写的 所以这个呢 大家也放进去使用 不会说用一次连接一次数据库 在整个脚本里边 你不管用几次D 连接数据库 只有一次 同一个表 或者是多个表 都是这样的 所以这点大家需要注意 不管 就是用多少次 只连接一次数据库 这点也是解决效率问题 有一些框架就是你用几次连接几次 那样的话 你想象一下 效率是不是很低啊 那咱这个不管连接多少次 那只连接一次数据库 所以这是咱们自己创建的一个类 是这样 那跟控制器不同 控制器咱说了 因为控制器只要写用流程 没有必要继承其他的副类 而模型不同 模型呢 你可以任意去扩展副类 任意去扩展副类 比如说 我再做一个副类 假如说叫做哈喽 哈喽.class.pp 看一下 class.hello 里边有个方法 叫做WRD word方法 里边返回 一行W一行二吧 你看一下 返回一行二 那这个类 咱说在这mod里边写的任何类 如果你不写继承的话 它都会自动继承副类 那继承副类哪个类啊 那复了一个db类 那现在我就可以让user 我可以写自己写的继承 继承谁啊 继承哈喽 看一下 那现在的继承关系 就是这个图里边 这有个user类 下边 我又写了一个谁啊 哈喽类 那这个哈喽类 哦 写反了 是这个类继承哈喽类 然后哈喽类再自动继承这个类 看下这样的一个关系 所以呢 现在 我在控制器里边 我现在在使用的时候 我就可以同样的一条代码 你看user 递这个 现在他就可以干嘛了 打印user里边 负类的东西 咱们自己定义那个 哈喽类里边的 啊 WRLD word的方法 看一下 能不能打印出那一行二 如果能打印 哈喽类 等一下 HERO 哈喽 没有发现 我保存了 等一下啊 刷新一下 哦 哦 use下 WRLD word 下边 继承哈喽 HERO 我这块看这类型 没写错 HERO 哈喽 没写错 哦 在控制器里写错了 我在这写 写错了 应该在哪写啊 在咱们这个模型里边 继承谁啊 哈喽 写法了 这是模型目录 这块谁啊 控制器目录啊 刷新一下 你看一下 这也能调用到 这就是咱们这个 D这个方法的灵活性 D方法的灵活性 在这块 所以说 你要不写子类的话 他就直接用负类 写子类用子类和负类 如果继承关系的话 都可以用 所以你可以任意继承 在这里边都是没关系的 和控制器不一样 因为模型是允许你 自动继承的 而控制器呢 必须你得继承Action 而不能在自己 任意加一个类 这是一个限制 也是一个规范 按照对规范写的 那你的代码结构 更清晰 更灵活 那这个地方法 你看一下 咱们再详细看一下 都使用D方法 来创建一个model对象 声明自定类 在配置文件中 配置好数据库连接选项之后 就可以在数据库 声明对应的model类来处理它 自定model类名 必须和数据库表明相同 采用的是通过类名 来找对应的表处理方式的 例如有三个表 这个表 那么表前缀 这是表前缀 那自动处理 就需要在当前应用目录下 创建这三个文件 那不再加表前缀的 那在每个文件中 声明一个对应的类 如果不去写继承会自动继承 系统主动的DB类 就可以直接使用DB类中 继承过来内置方法作为表了 那自定义的user 如下 你可以自定一些方法 如果在model类中 声明一个负 负类的话 那用于构建 共同的属性方法 那系统也支持 使用继承的方法 继承一个功能类 但主动继承的负类 也会自动继承系统的DB类 只要你不写继承 它就会继承负类的什么DB类 只要你写继承的话 那就是你手动继承的东西 继承的类 所以定乎的类也可以继承DB类 你看 这是一个diam 他们也继承 book继承这个类 那这个两个方法都可以用 就像刚才咱们演示的一样 在声明有没有用的类 就可以在当前 应用控制器中 使用D函数 去实力化这model类 再通过对象 可以直接对业务镜处理 需要提供一个参数 必须是model类的类名 也就是咱说处理的表名 看一下这话 处理的表名去写 这就是咱们使用的实例 继承关系 看一下 如果这里边再需要写 四颗语句 雕负类的时候 当然了 你就可以直接用谁啊 直接用zs就可以了 直接用zs 比如这里边 我查找一条语句 find 查找id是1的 你看一下 直接find就行 然后 我这会 r1返回 我把这个 凝结吧 你看一下 直接返回这个字母串 你再看一下 输出结果 没查到那个数据 没有1的 id最小的是13的 992 name这块 但是这返回的 这是一个数组 直接返回 13 看一下 你看 直接13的一位数组 就返回了 所以在这里边 如果 因为你这里本身就model 你不需要在这里边 再来一个d 再写个什么 user 然后 这里边再来一个什么 find 因为咱们在控制器里边 已经创建了这个对象 所以不需要在这里边去写d的 除非你在这里边去连接 别的表的数据拿过来 一起去组合 你才去这么做 如果就是user表的操作 你直接用zs 就可以代表这个表的对象 然后直接去查找就可以了 这是这个 那如果咱们这个d里边 咱们这个d咱们是用工厂模式去写的 它还有一个应用 如果是操作表的 去操作表的 哪个跟哪个表有关的 需要传表明 如果有一些跟表是没关系的 那什么样的操作是跟表没关系的呢 比如说 获取数据库的版本 还有事物处理 等等等等 跟表没关系的 只要一个数据库连接 只要一个数据库连接 咱们怎么办呢 直接使用谁啊 d 括号就行 因为你不知道操作什么表 它只负责一个连接数据库 那既然连接数据库 那我就可以 比如说db ver sln 我就可以获取数据库的版本啊 你看一下 我用p打印一下 数据库的版本 看一下 就可以了 那我想知道数据库的应用大小 我也不用知道是哪个表 直接d 里边 比如db size 也可以获取到数据库的大小 你看一下 当然咱们这实验环境 这个数据库只用到了这么多 12k 那比如说 我想获取所有的 我数据库里边 一共有多少个表 那我直接p d 你获取有多少个表 你并不需要 怎么的 并不需要直到具体哪个表 那你直接用qray 这是咱后边有讲的接口 你里边只要写 show tbles 就可以了 然后我让它查询二位数组 你看一下 我就知道 我这个库下面一共有多少个表 你看 一共有 看一下 有这么多表 都可以看到 所以呢 所以呢 在跟数据库 对具体的表操作没关系的时候 执行大众化的色口语句 干嘛 d里边就不用传具体的表明 还有比如说事物处理 对吧 开启事物 然后回滚 提交 这样的话 都跟具体表没关系 都可以不用传参数 这就是d的一切作用 后期咱们再总结一下 那除了有这个作用之外 咱们还可以跨应用去使用 什么就跨应用去使用模型 这也是框架的一个特点 在咱们做项目的时候 比如说 你分为前台的应用 和后台两个应用 那也就是有两个主入口文件 前台呢 是在in-date.pvp主入口文件 后台比如说是 admin.pvp主入口文件 那前台所在程序的目录呢 是在home下边 后台呢 是在admin目录下 这样 那前后台呢 都会有什么 都有 多个视图 多个控制器 多个模型 那后台呢 也是有多个视图 多个控制器 然后多个模型 mvc模式吗 三层去写的 刚才咱们是在后台里边 是在这个控制器里边 调用这个模型里边的方法 然后这里发送 发送到视图里边 那自己调用自己应用下边的 肯定是很正常的 那这个里边呢 也是调用自己里边模型的东西 然后分配给视图之类的 那比如说 前后台应用 后台里边有一个对用户的搜索功能 写在模型里了 比如说传哪个用户名 他就帮你搜索 把值给你 所有搜到结果给你返回来 那前台如果也需要搜索的话 假如这搜索需要50条代码 那这里边写了写好了一个接口方法 50条代码 那看一下 我这里边再写一遍吗 那有点重复了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边可以直接调用到跨应用 去调用到另外一个应用模型 调用到前台去使用 或者是在后台里边调用到前台的模型去使用 这都是可以的 这叫跨应用去调用 并不是调用自己的模型下的 跨应用去调用 那比如说 我现在是在admin的模型下 你看 建了user和这个hello 那假如说我现在 回到 这是admin的下 在home下边 你看控制器下边 模型下边 还没有模型呢 如果这里边也有一个模型 假如说user.class 我这里边有一个类 将往prpclassuser 做一个方法 比如叫做one 里边返回一行一 也叫mysql吧 返回一行一 那现在 我就需要 在我这个前台 你看好 home里边 控制器里边 比如说找user 但这里边没有user 我新建一个 user.class.prp的控制器 或者其他控制器里都可以 因为 控制器名不一定跟model名非得相同 class user 看这里边做一个方法 比如说index 那现在 建一个user 等于d 等于d 里边的 user 你看 我直接p打印 dollar user里边的mysql 你看 当然了 他也可以打印 负类的 那负类两个用的负类都一样了 我就先不打印了 你看 user里边mysql 那现在我访问的 不是idemy了 我是index index.prp 你看一下 打印的是一上一 现在就是调用的是 自己下边的模型 在自己的控制器 调用自己的模型 目录下的 这个方法 那现在我想调用这个里边 在负类里边 user里边 你看 也会返回一个13条记录的 这是负类的user 计算hello的 这是那个后台的 user模型 他计算hello 他返回的是13条记录的 一个数组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可不可以改写呢 一样 只要我用到第二个参数 你写后台应用 咱说后台应用在哪啊 在这个目录下 你只要写后台应用的 目录名就可以了 adme 只要我一写目录名 看一下 我再打印这行一 就是这个了 用到后台的model了 也就是 他现在调用到这里边了 那后台model 他还继承hello类呢 那我同样还可以打印起来啊 p doll for user里边 你看 我现在在home下前台的控制器里边 可以调用wrld 因为调用后台的model嘛 你看 一行二也能显示出来 所以说 这就是我们第二个参数的作用 第二参数不传 那就是调用自己应用下边的model目录下操作数据库 如果传哪个应用的目录 那他就调用哪个应用目录下的这个文件 这是咱们框架的特点 模型是一个什么处理的一个 就是流程的一个处理过程 处理过程就可以看成是一个接口 这个处理过程可以被所有的控制器给供用 但是注意一点控制器是不能公用的 比如说两个部门在一起办公 那你就觉得两个相当于混合 你很难分清楚哪个部门的具体的操作 如果就分成两个部门在两个办公室 那就能很容易猜开 这个流程东西必须让他独立 这样才能让代码清楚 他一混合的话 那就麻烦了 所以这里边尽量不要虽然有重复的东西流程 比如说人事部和行政部 有一些重复的工作 那也是两个部门 那各自干各自的 必合作干 合作干的业务就不清楚了 而模型的具体的干活 他不管你是哪儿调用 都是过要能干活 那就固定的处理 那固定处理的桥台就可以公用 所以有的时候在写项目的时候 你会发现 如果模型里边控制器这里边 一个类都不写 他能处理数据库呢 可以 那用到的就是复类帮我们所有东西完成了 那扩展在这里可以写 如果前台里面写 那有可能说全写到后台里去了 所以这是大家经常说写项目 说模型类我也没写模型了 但是我项目也能出来啊 难道我就没用到模型吗 不是的 你是用复类帮你完成的 还有有可能说你用后台的模型帮你完成的 或者说你把模型都写到控制器里去了 没分好 就这么几个原因 好 这就是咱们这里边 用到的 跨应用的模型类 使用跨应用的模型类处理 然后呢 没有D方法的模型类处理 那现在咱们总结一下 总结一下 D方法 第一个 这方法 第一个 连续 调用多次 只连接一次数据库 第二个 那么D方法中 传一个 表明 那就可以连接完数据库 就可以操作哪个表 用后边写的一些接口 就可以去操作哪个表 然后呢 如果那些自定义的子类 那就使用复类 如果自定义子类的话 子类复类都可以有 第三个 D方法 如果传一个表明 你再传一个 另外一个应用的目录名 目录名称 那就会干嘛 就会找哪个目录下的model 去执行 因为一个目录对于一个应用 第四个 如果D不写表明 什么都不写 那就跟表操作 它也是连接数据库了 可以执行任意的语句 跟表没关的语句 比如查看有多少表啊 看数据库的尺寸呢 查一些系统信息啊 等等等等 这是D方法的一些作用 所有的跟数据库操作 创建对象都得使用D 当然在model里边 直接创建 直接用Z字就行 咱说在控制器里边 使用D model里边除非连接 别的表使用D 否则也不需要 这就是咱们model的一些简单的介绍 声明和实力化model 好 那这节课呢 咱们也简单教到这里 你先做一下实验 把这个model 刚才咱们做的 你都详细的了解一下 然后咱们在赛者课 再详细的介绍 model类中 可以使用到的 常用的操作接口 好 谢谢大家 这节课呢 我们就 接到这里 人生自古 随无死 来生再学 PAP 孙 单作人爵 死 一学 PAP 垂死兵重 精做起 今天还要学 PAP 少壮不学 PAP 老大 图伤悲 洛阳亲友 如相问 就说我在学 PHP 春远不学校 处处 学PAP 再听愿做 比例 再订阅 学习 学习 PAP 助力寻踏 千百度 不然回首 大人正在学 PAP 许 机 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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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 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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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